第三尸体,将四个相同的灯泡与几两个相同的电池以导线连接,其电路装置如右图 通过各灯泡的电流分别为I1、I2、I3和I4 假设电池供应的电压稳定,并连电路AB间的电压维持定值 若I1等于1.5A,则I4电流应为多少A 我们的基本公式是V等于IR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I2跟I3是串联的 所以它们的电流会一样大 到时候我们就先以I3来作为代表 同时呢,我们假设每个灯泡的电阻是R 那么这个两个灯泡串联在一起 所以它的总电阻是2R 所以我们如果去带去求出AB之间的电压就是V等于IR 那么我们的电压就是我们的I3乘以我们有2R 所以我们的电压就是2I3R 那么这个电压就是I4的电压 I4的电压也一样是V等于IR 所以2I3R就等于I4乘以R 所以我们发现I4就是两倍的I3 所以这边有一个I3流过来 这边有一个两倍的I3流过去 那么我们所谓的并连之后 总电流就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通过的I1的电流呢 就是I3加上两倍的I3就是三个I3 那已经知道呢我们的I1电流是1.5安培 所以I3的电流呢就是0.5安培 那么我们I4是两个I3 所以两个I3二乘以0.5就是1.0安培 所以我们的I4电流大小为1.0安培 第三次期题问我们说 这I4电流因为多少安培 我们答案选的是B1.0